之後跟業主約好時間 然後到他家去做現場帳樑 因為帳樑很重要 你必須要把現場的尺寸 現場的一些 插座的位置 樑的位置 窗的位置 門的位置 都要詳細的記錄下來 將來呢 回到公司裡面呢 你才能夠用AutoCAD 去把它 畫出來 然後才能夠進而 做平面規劃 做天花板圖 做水電配置圖 做地板圖 等等之類的 所以說原始圖面最重要 那我們一般在 丈樑的時候呢會分成 你可以用 捲齒 或者是 雷射測量儀 捲齒的是最 簡單的大家都有的 魯班齒 捲齒 魯班齒 文工齒 都可以 然後呢你會在 市面上買到有兩種 一種是這種很複雜的 有台齒的 有台寸 還有 公分的 你會買到這兩種 如果你去什麼IKEA去買的話呢 你可以去挑一下 你買的可能是只有很單純的 只有公分的 也可以 好 那因為呢有些時候 業主會有一些風水的要求 他可能認為說他今天定做的櫃子 定做的床 或者是定做的神明廳 都要見 紅字 都要見紅字 那這時候你就必須要用魯班齒 好上面才有紅字 通常啦 如果 業主不說 我們都不會很刻意的去跟他強調紅字這個事情啦 除非他有跟你提 你才會跟他講說好那我都幫你量紅字 那如果他沒有提 我們還是以實際現場 的尺寸去做調整 以人體工學以好用實用 為主 好不會很刻意的去追求 尺上面去量的尺寸有沒有遇到紅字 好這個要注意一下 好 那上面呢 上面的刻度呢 這個地方的是 台尺 台寸 下面呢 是 公分 好是公分 公尺 好那這要注意一下 上面跟下面是台尺 一個是公尺 那再來呢上面的這個是做 一般我們的洋宅的 下面的丁南池是做 陰宅的 好那 如果 我們不是做陰宅這一塊下面可以根本都不用去管他 好那我們要對紅字是對上面這一排的紅字 就好了 好 好 那這個就 知道一下就好台字呢是 從日據時代沿用 好在台灣地區除了內銷家具裝潢業 好製造業 制裁業 好也是用台詞做計算 譬如說你今天 跟人家訂一個木星版 對不對 4尺乘6尺的木星版 好你今天要跟人家訂 一個 腳材 好 1乘1.2寸的腳材 好這是用台字做單位 好這所以說台灣的這個 東西比較亂 好有的用台詞 有的用公尺公分 國外家具可能用的是英寸 對不對 這就一團亂 好這個要知道一下就好 好 那這個丁男尺是用於英宅這個我們就不去管他了 好這個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就是直接拿尺去 量的時候呢 直接去知道說這邊的刻度是多少就可以了 好 那 再來 我們到業主家丈量的時候呢 我們會準備哪些東西啊 第一個就是 捲尺吧 捲尺再來呢還會拿 鉛筆 橡皮擦 還有各種顏色的原子筆 好方便你去做一些記錄 然後呢還要有一個A4的壓克力圖板 好因為呢 太軟了 一一般的紙太軟了你要畫不好畫 我會拿一個 壓克力板好當作是電板 好畫的時候會比較好做一點好 然後呢還要有手電筒因為有的時候呢家裡面採光不好啊等等之類的 好你需要手電筒去照一下 再來呢還要有相機 好盡量去拍照一下 拍照 錄影 好把它的一些方位 窗戶的位置 採光 好從窗戶看出去的那個 風景是什麼樣子 稍微做一下紀錄 好因為呢你可能需要知道說有沒有西塞啦 好 是不是冷氣的時候是不是需要加強一下 窗簾是不是要加強一下 這個也是事後在規劃上你也是需要知道的 好的指南針指北針就不用了 你只要知道哪個地方是西塞 好朝東的還是哪裡 基本上 判斷一下就可以 再來呢還有錢還有我們的三射筆 還有什麼就是我們的雷射測距儀 對不對 基本上大家都現在都是用雷射測距儀的 比較 方便一點 那買雷射測距儀的時候 外面有人賣那種800多900多600多的那種 那種就比較 不保險啦 好還是會建議同學買大廠牌一點 什麼Bosch的啊等等之類的 一個可能要三四千塊 兩三 兩千多三千多四千多都有 買稍微貴一點的精確度會比較好 總比你量出來之後尺寸不準 到時候你整個平面規劃都會有問題 好這個也是要去注意的 雷射測距儀 好 這個比較方便 一壓你就知道從這面強到那面強是多少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透天很深 一般的捲尺可能只有三公尺只有五公尺的 捲尺的長度 可能不太好用 好這時候呢用雷射測距儀就很方便 好這個要注意 好 然後呢量的時候呢 基本上 越精細越好 通常會量到什麼0.5公分左右啦 好譬如說這面強啊 是500 5 500.3 500.2 我們會盡量量的精確一點 然後進門之後不管是順時針逆時針都沒關係 就是從一面強出去 然後呢 從另外一面強會接回來 好這樣子才會代表量到一個完整的家的一個範圍 然後 在量的時候呢 門的尺寸我們會量的是什麼 門框的尺寸 好 門框是多少 好窗戶的話呢 是窗框是多少 這個要去 漲量一下 好 再來呢還要量什麼 還要量窗台高度 有沒有 量窗台高度 因為 有窗台高度 你可能需要 將來這邊可能要做個矮跪 對不對 可能你要去做窗簾 窗簾需要多長 你也需要知道 將來的長度是多少 好所以呢 這地方除了窗本身的寬度跟高度之外 窗台高度 這個也要 記著 然後呢 還要記錄一下 門 開啟的方向 好是從 這邊開還是從另外一邊開 通常比較容易判斷啦 通常我們門 幾乎都是靠著牆的位置 如果牆在這邊 門把應該都是這樣從這邊這樣子開過來 都會是貼牆的 好應該比較容易判斷 好那也要注意一下 門 開啟的方向 好 再來呢 兩面牆 可以去 從這邊量過來 可以知道量的 可以知道 他的 牆的厚度是多少 這個也要去注意 好 再來呢 還有什麼 還有他的進高 對不對 進高就是天花板 你的RC結構的天花板 到地板的高度是多少 總共的高度是多少 有的時候呢 你量的時候 你家裡面可能是有些裝潢的 業主可能家裡面有舊裝潢 還沒拆 這時候呢 你可能需要 找一個沒有做天花板的地方去量一下 實際的室內高度是多少 因為將來你再幫他去設計天花板高度的時候 你才知道怎麼抓不會太矮 好 然後呢 還要量什麼 還要量什麼 量下的高度有沒有 這支量 到地板的高度 還要量量的寬度是多少 因為有的時候呢可能是 這邊要放床的位置 發現 涼壓床嘛 你是不是要把 涼包住 或者是呢 做一個床頭櫃 把涼 把床稍微往外面推一點 能夠避開這支涼 所以說呢 涼的 高度 涼的 深度 寬度 好 也是要去漲涼出來的 好 這些東西都要去涼出來 再來呢 還有插座的位置 排水口的位置 冷水 熱水口的位置 馬桶的位置 這些東西 也都要 量測 好因為呢 將來業主可能會 需要調整一下這個 水電的開關啊 水電的位置啊 等等之類的 這個也是要去注意的 好 然後 消防設備 消防設備呢 11樓以上 基本上都會有 所謂的消防灑水頭 那消防灑水頭 有的屋子 很低 消防灑水頭的 高度可以改 寬度能不能動 間距能不能動 如果我今天這邊有個消防灑水頭 這邊有個消防灑水頭 如果太低了 可以調高 沒有問題 能不能調他的間距左右間距能不能調 左右間距不能調喔 左右間距一條就會違反法規喔 因為呢 他們都是 這邊都是計算過的 怎麼算 都是算這個灑水 灑水的間距 都是能夠彼此交錯的 對不對 你如果把那個寬度移開了 將來火在中間 你的灑水頭就沒有效果了 所以灑水頭的高度可以調整 前後左右的間距不能亂動 好 這個倒是要特別注意 消防設備 這個也是要拍一下 因為呢有的時候呢你的這個 放燈的位置啦 好還有冷氣出風口的位置啦 可能會跟排水 這個消防灑水頭可能會強碰到 所以呢你要盡量避開 好要避開消防灑水頭的位置 好 然後 去量測的時候啊 什麼量圓柱這個比較少啦 這個機會比較少 好 還要呢量 量的寬度 我們會把它折起來 去取這一段的數值是多少 OK 好我們之後會看看有沒有時間帶同學做一個 食物測會 量教室 好讓你去量一下這個教室 好 這個要去注意 好 好 然後要注意四周環境 採光面 哪個面是沒有膝塞 然後呢要門牌 地址 格局 房間的 尖宿形狀 等等 去做一個丈量 要 量的是樓地板高度 量寬 量下高度 窗台高度 等等 好 弱電出線口 給水排水孔 空調排水孔瓦斯管線 原有設施 好這都要先都要先 紀錄下來 好你總不能說 好我今天量完了 發現在畫圖的時候缺了哪個尺寸 又跟業主 約時間 拿鑰匙 再去看一下房子 對不對 你可以失誤一次 你說哪邊地方沒有量好 跟業主說想要再看一次 業主或許會再去幫你開個門 對不對 你說兩四三次 業主可能就 覺得你這個人不夠專業 對不對 我可能沒有住在這裡 我是 投資的 結果呢 你量一次沒有量好 我還要從外地來幫你開門 讓你再量一次 那就算了啦 我找別人好了啦 對不對 好所以呢 這個也是要 注意的 好 好 這個先了解一下 等一下再看下面